《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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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动物啊 或者是照顾大熊猫啊 乐趣就是 你给它什么 它就会 回给你什么 很多人都说 照顾大熊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就像是梦想成真了 我叫胡琪琪 然后我在海洋公园 做大熊猫的护理员 已经16年了 是我们动物部的助理馆长 整个团队大概有15个人 然后我们大概8点半就开始上班 开始就准备他们的食物 一天我们给他们四餐 他们的竹子都是从广州那边的竹场 那边种植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竹子 是从四川那边送过来的 就是竹笋啊 他们喜欢的 我们都会订过来给我们的大熊猫 日常我们会帮他量体温啊 然后定期也会做一些 像量血压 检查牙齿 检查眼睛这样子的检查 看他身体状况 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的分辨 像大熊猫的分辨 一般最理想的就是 里面都是竹叶的碎片 那我们就知道 他吃竹叶吃得很好 从小便立志成为动物护理员的胡琪琪 进入香港海洋公园的第一份工作 并是照顾为庆祝香港回归 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的第一对大熊猫 安安和佳佳 谈起从来没养过动物的她 如何迅速与国宝熟悉 成为朋友 胡琪琪坦言 只要有爱心和耐心 一切都会有回报 我小的时候连猫狗我家里都不给养了 所以我长大只是想任何动物都想照顾一下 然后想不到直接就是照顾国宝了 所以真的是太生气了 那个时候佳佳是很认她的护理员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她不怎么会跟你亲近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就是让她认识你啊 信任你啊 然后突然有一天 她就真的自己会走过来 然后跟你亲近啊 会要你帮她抓背啊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很有回报的感觉 2022年 在港生活23年的大熊猫 安安与世长辞 她也是在人类照顾下 全球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 享年35岁等同于人类105岁高龄 谈起安安的离开 胡起其红的眼眶 作为每天与安安朝夕相处的护理员 她说这种感觉如同失去了家人 很多香港人自发前来 向安安道别 对就是很伤心很像一个家人 朋友就离开了自己的感觉 我们就是每天跟她相处的时间 比自己的家人还要长 毕竟刚刚也在香港20多年了 所以香港人其实对她的感情很深厚 有些人是从小孩子一直看着她们 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也真的很多很多人 要来跟她告别 胡起其介绍 目前香港还有一熊一瓷 两只大熊猫 乐乐和盈莹 已经18岁了 每年她都会与护理团队到四川熊猫基地交流学习 而为了给他们营造出家的感觉 熊猫馆建造的如森林一般 有树木 河流 瀑布 虽然是室内 但生态环境与四川沃龙的自然保护区如出一辙 你看到我们现在营营生活的区域 那里面的植物 草地 然后这些河流 都是我们自己动物护理团队在照顾 就尽量想给我们大熊猫一个 他们觉得最舒服的温度 我们大熊猫馆每天都很多游客会进来看我们的大熊猫 有一些熊猫的粉丝 我们十年来都风雨不改的来看我们的大熊猫 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这样 胡锡奇说 随着疫情的好转 现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看大熊猫 游客数量也至于增多 他们希望未来香港能有机会再次迎来大熊猫 让熊猫馆变得更加热闹